在过十天,2019中超联赛即将拉开序幕 今天下午,上汽集团与上岗足球俱乐部联合宣布 上汽集团正式成为上岗队2019年度战略合作伙伴 双方跨界品牌合作也进入第四个季度 上岗俱乐部表示,今年将力争在中超和亚冠上再创佳绩 同时对于吴磊、刘洋后的前锋空缺 主要将通过内部挖钱来弥补 下午,在上汽集团与上岗足球俱乐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上 上岗队的全新战袍正式亮相 去年,上岗队时隔23年再次捧得中国足球最高级别的火神杯 让广大球迷对今年充满了期待 记者了解到,在两天前结束的迪拜三周东讯中 上岗队在体能、技战术攻防、人员磨合等方面都得到了提升 主教练佩雷拉表示,不少年轻队员都随队参加了东讯 新赛季年轻队员将获得更多机会 我到队之后,我发现球队还是有一个明显的进步 然后球员每个人的状态也是越来越好 同时对于吴磊、刘洋后的前锋空缺 上岗队表示将做好清训,努力培养年轻球员 与此同时,上汽集团也表示将依托于强大的海外资源 为上岗队练兵 上汽集团旗下还有国际品牌MG 与这个英超的利物浦 包括南美智利的联赛冠军ColoColo队都有长期的商业合作 机会成熟的情况下呢 我们也会推动这两支球队与上岗俱乐部进行友谊赛 记者韩琼、葛孝兰报道